哈喽,大家好,我从超市回来了,然后买了一包这个,就是粉色的火鸡面,我之前看很多那个吃播,吃过这个,他们说是奶油芝士味的,然后我就很想尝试一下,虽然我是个很不能吃来的人,那我现在先去煮面啦。 哇,这个颜色,有点吓人,不挤干净了,少放点,怕它会很辣,还有一包是这个,好像是芝士粉,一股奶味儿,这个很好吃,拌一下,那个奶酪芝士粉很香,嗯,我闻到那个辣, 但我觉得有奶酪粉,应该不会很辣吧,我觉得我应该能吃,拌好了,拌好是这样的,很香很香,那个奶酪的味道,然后我怕太辣,我还准备了这个豆奶,silk的豆奶,放进这个小华人的杯子里,很可爱这个杯子,是不是,先喝一口。 我准备开始吃了,先抽一张纸巾,把我的唇膏擦,吃饭之前最好把唇膏擦掉,不然其实对身体不太好,头发露一下,好,开始吃吧,嗯,很香,我要开始吃了, 谁说这个不辣的,明明就很辣啊,哦,不过还蛮好吃的, 蛮香的,蛮香的就是了,那个奶酪的味道,刚可能是太大一口了,但是喝口豆奶感觉好很多。 这个面是蛮有弹性的那种,其实吃到第二口,好像就没有第一口那么冲击了,嗯,还好,不不不不,还好,我觉得,哎,我觉得这面很奇怪,就一阵辣一阵不辣的那种感觉。 蛮甜的这个面。 蛮甜的这个面。 我感觉只有豆奶含在嘴里的时候是不辣的,然后你豆奶一吞下去就很辣,哎呦,怎么这么辣啊,你,其实味道蛮好的,但是你不要做这么辣的话,我应该挺喜欢吃的。 我现在整一个食,就是,食到这一条感觉都是热热痛痛的。 尤其是喉咙。 尤其是喉咙。 它好像是没有黑的那个那么辣,黑的那个我吃了一口就不行了,这个我还能吃。 好热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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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觉热睡了 我太高估自己的吃辣水平了 感觉我嘴有点拉肿了 最后两个 我觉得素一下素给把它吃了 以前吃到的那种辣就比较像是香香辣辣的感觉 我感觉这个的辣就是痛感特别明显 我缓了一会儿 现在感觉有点缓过来 我感觉它那个辣是来势汹汹 但是消失的也很快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冻奶的关系 我要去洗碗了 下次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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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